每天10分钟,全球资讯在其中 欢迎收看今天快讯 大家好,我是盧铭 国际新闻方面 美国的新冠疫情有反弹迹象 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再突破10万宗 有接近13万宗 总统拜登形容 变种病毒Delta在未打疫苗的社区 有如山火般蔓延 批评部分州长抗疫不力 而纽约市要求 进入餐厅等室内场所的职员 以及顾客必须注射新冠疫苗 是美国首个大城市实施相关的规定 日本星期三报告新增加 14207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是当地最多的单日确诊数字 台湾中央社引述日本富士晚报报道 随处接下来13日至16日 万能盘节的年一加期 反乡人潮大量移动 很有可能将新冠肺炎疫情 扩散到全日本 京都大学教授 西蒲博等人估算 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到8月下旬时 有可能出现单日上万钟的情况 专家表示 就算东京都政府透过相关管制措施 将单日新增高峰病例控制在9000宗 但最慢到9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重症病床也会满床 东京奥运选手村首次爆发新冠病毒群组感染 三名希腊稳律荣手在星期二被证实受感染 令到稳律荣12人的代表团增加到5人确诊 为了安全全对所有人即时接受隔离 稳律荣队也宣布退赛 日本的疫情持续 当局计划被轻症患者留在家里休养 以减轻医院病床的压力 大野尼批评 口生劳动大臣田村献狗在国会为政策解画 说这样做是要确保重症患者 获得入院治疗的机会 但反对派忧累会使死亡个案上升 要求政府撤回并尽快增设专门收治新冠病人的病床 当地时间星期二晚 租汽车炸弹袭击的阿富汗处理国防部长 穆罕默迪的住所 天罕之后继续有军车和士兵在场戒备 建筑物损毁严重 附近多部汽车受到波及 当局指四名撕集者全部被击毙 另外有多名平民死伤 武装组织塔利班承认撕集 声称当时屋内正进行重要会议 随着美军逐步撤走塔利班加强攻势 扩展势力 加十卡尔加大部分地区 包括电视台和电台 已经落入其手上 更加可能成为塔利班近年夺取的 第一个地区首府城市 据报道星期二晚在亚联邮附近的亚曼湾海域 一手游轮遭到9名武装分子上船骑行 游轮一度向伊朗海域航行 其后转向亚曼 出示游轮挂有巴拿马国旗 是亚联邮一间公司拥有 英国海军事发后一天表示 武装分子已离船 轮安全 不过没有公布具体情况 伊朗就否认涉及事件 上星期五一艘以色列公司营运的邮轮 在亚曼附近的海域遭无人机襲击 两名保安人员死亡 以色列、美国和英国都指控是伊朗所为大伊朗否刑 捷克两列列车相撞至少三死几十人伤 涉牌在当地星期三早上 一列由德国慕尼克前往捷克布拉格的特快列车 驶到捷克西部一个村庄时 与当地一列载客列车相撞造成相亡 其中两名死者是两列列车的司机 都是捷克人 涉氏列车损毁明显 其中伤者大部分是属于轻伤 当地官员指出 涉氏突快列车冲登 并没有在应该停下的位置停下 南极洲是很多企鹅品种的家乡 他们一般都是居住在南极洲各处 现在地球上大约有六十多万只皇帝企鹅 数量并不算少 不过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 中国计划将它们列入 喷藝物种名录 美国企鹅专家指出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 浮兵的面积减少 严重威胁 皇帝企鹅的繁殖 若现在气候变化速度不变 到了今世纪末 恐怕九成八的皇帝企鹅群 将会灭住 中国两名奪金的运动员 被指违规 构上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徽章 中天市和鲍山谷 星期一在颁奖台上领过金牌 二人外套都构上了 毛泽东徽章 被指违反奥林匹克宣章 禁止政治宣传的规定 国际奥委会要求提交报告解释 到了星期四 国际奥委会引述中国奥委会说 会确保运动员不再扣上这个徽章 并且会尽快提交报告 中国湖南省张家介市 作为江苏南京六口机场的首波关联 新冠肺炎感染爆发地点 星期二宣布封城 境内全部居民 旅客都不可以离开当地 大连市在上个月26日 在排查江苏省省会 南京相关人群时 验出三名本地没有症状感染者 各人曾经在上个月17日 由大连飞到张家界 去程途中 在南京六口机场转机 并且停留大约两个小时 同月22日 各人在张家界观看 魅力湘西剧场演出 有中国媒体引述社区 疫情防控专家指出 该市应该更早实施封城措施 湖南星期二再生增加15宗确诊病例 诸州市和张家界 分别占12宗和3宗 家国新闻 在星期三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男子200米决赛中 来自安省曼金市的选手 Andre Degras 以19.62秒的成绩 获得金牌 这个都是奥运会历史上 加拿大人第三次 在该项目上获得金牌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都在第一时间发了Twitter 表示祝贺 原定在东京时间星期五上售 11点举行的旅足决赛 预计届时温度将高达涉时30度 而且会相当潮湿 基于豪热天气原因 瑞典和加拿大旅足已要求改时间 目前国际足协未就有关要求作出回应 代表工人的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 和海关及移民工会表示 他在星期二向政府发出罢工通知 大约9000名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工作人员 准备于星期五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行动 他们表示 如果在星期五上午6点之前 没有达成合同 工会话其成员将会在加拿大机场 陆地边界、商业航运港口 邮政设施和总部所在地 开始一系列的全面行动 工会希望员工可以与加拿大其他 司法人员福利保持一致 并解决有毒的工作场所文化 卑斯省首席卫生官员 Bonnie Henry 表示 今年9月学生返校计划不变 但事实上 卑斯省似乎正在进入第四波疫情 感染Delta变种病毒的病例超过60% 且目前12岁以下的孩子 还没有资格注射疫苗 美国的传染病学专家早前警告称 Delta变异病毒可能会对儿童有影响 不过Henry 则淡化了变种对学生的风险 专家说疫苗接种高到一定程度时 就可以确保社区感染率保持在低位 与年初活跃的地产市场相比 大温地区的房地产销售和挂牌量 以及价格都趋于温和 大温地产局最新的报告称 2021年7月大温住宅销售总额为3326套 比2020年7月的3128套增加6.3% 比2021年6月的3762套减少11.6% 大温地产局首席经济学家 斯特·获德表示 住房供应不足仍是大温住房市场面临的一个问题 房屋销售量仍高于平均水平 展望未来代售房屋的供应情况仍是最需要关注的 因为这将决定房价走势的下一个方向 由于继续受干旱影响农作物和牧场 Rockyville苑成为亚省最新一个宣布农业灾难的区域 连续几星期的极端高温和小雨 导致某些地区的预计作物产量下降多达75% 有农场主表示 该地区的穀物和油菜籽产量 预计最多只能达到正常年份的50% 省长狠尼周末参观了亚省农场 并倾听了农民的担忧 呼吁联邦政府迅速启动 旨在支付不可补成本的Agrecovery农业计划 包括极端干旱其产生的成本 亚省表示农业金融服务公司 已经聘请了额外的理论员 并建议灵活完成早期评估 新思高沙省Sepernikatek原住民部落 星期三发出声明表示 对Halifax市北的书本纳卡迪寄宿学校舅址 和周围农地展开搜索 包括使用探地雷达和空中雷射掃描 搜索人员证实 在大西洋省份最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舅址 没有发现与失踪学生有关的目标记坟墓 原住民部落邮长萨克向当地社区的成员表示 如果有新的信息出现 搜索行动将恢复 安省政府宣布撥出2500元 给予有需要学校改善校内的通风系统 为9月份重返校园做好准备 安省教育厅长来切表示 省府会继续确保学校的通风系统获得改善 他表示透过有关计划 在有需要的学校内会总共安装 约7万部通风装设 药克区医疗主任Karin Kurji医生说 重开学校对学童的学业发展 以及心理健康会有重大的帮助 至于改善学校的通风系统 则可以令私生降低受病毒感染的风险 安省政府宣布8月9日起开始开放临时驾驶路市中心 增加在需求最多地区的G2牌或G牌的路市数目 协助清理团职个案 首两个开放的临时路市中心分别在桂湖和奥沙华 到下个月就有多四个中心开放 运输厅长卡罗林·梅隆尼在声明中说 在安省于抗疫方面处于正确方向之制 当局有积极计划应对团职路市个案 包括聘请更多临时考牌官 开放额外中心提供路市 以及延长提供路市的时间 找本地热点新闻资讯 商家超市打字讯息 快下载北美眉头条APP 北美眉头条 加拿大第一资讯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安省今天确诊139例 检测数目达17,100个 多伦多26例 约克区15例 皮尔区18例 华铁路19例 咸美顿12例 截指至昨晚晚上8点 省内接种疫苗数目有 1965万2011剂 昨日接种剂量达6094剂 最后我们来一起看看 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 多伦多明天阳光普照 温度介乎18度至26度 后日晨间多云 温度为21度至27度 温哥华方面 明天晨间多云 温度介乎17度至28度 后日多云有雨 温度为14度至24度 油价方面 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家 明天将会维持不变 普通级汽油为每公升140.9仙 而大温哥牙地区普遍汽油零售家 明天将会下调一仙 普通级汽油为每公升167.9仙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快讯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再会